使用阿波罗远红外养生暖电 不只是寒流保暖 更重要的是一年四季都能使用 热腹背脊 充实能量 促进膀胱筋顺畅 安眠无烦恼 自然就减少感冒的机会 值得投资的阿波罗远红外养生暖电 回购率第一名 用过就离不开它 美麦同学会 电影法律系 由童文勋律师 麦嫂俱乐部共同主持 美麦同学会电影法律系 我是童文勋 我是麦嫂 我是Luca 好 我们今天来讲寻宝的电影好了 最有名的寻宝的电影是我 好像那个时候是高中吧 还是国中 看那个印第安娜琼斯的那个 整个系列 就是法贵骑兵 那当时我们其实对 不是基督徒 所以对基督教世界 而且有关于要去找那个法贵 约贵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其实就是找那个圣碑 生命的起源 然后寻求不死 那今天来看看生命的起源 寻求不死也许是基因疗法 对不对 我们已经找到圣碑了吗 那从那个这个整个国家保障系列 还是后续的 我们也曾经讲过这个男主角 他拍的影片有很多是麦作的影片 也有很多是大阿兰片 我们今天就从这边开始好了 麦嫂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看那个法贵骑兵的时候 你才几岁啊 应该是小学三年级吧 十岁 我记得当年 那时候我们教室还算蛮厉害的 每一间教室都有配彩色电视机 然后我们那个老师超级迷恋的 他就也不管什么分级制 那时候也没有严格执行 他就放给我们看 然后那时候 不知道是跟Luca还是跟谁 我就说当年实在是让我吓坏了 我就哇哩哩 法规一打开 可是最后就全部大屠杀 我说为什么这样子画面呈现到这么激烈 然后可以放给小孩子看 听说当年我们回去很多同学就骂骂号 隔天就来写雷肉部抗议老师 怎么放这种电影给小孩子看这样子 其实他就是在影射当年的那个犹太大屠杀 因为就是在讲纳粹嘛对不对 到处去掠夺古物 可是我印象最深刻留到现在就是这样 那些古物你发掘了之后 印第安纳琼斯都会讲一句话 It belongs to museum belongs to museum 他说应该要归属于博物馆 私人不应该收藏 可是现在也是蛮有蛮多争议的嘛 因为加斯德一大堆拍卖也都是古物啊 那些都没有归博物馆啊 但是印第安纳琼斯就很无私喔 他找到这些古物都会归给博物馆 因为第一他是教授嘛 第二点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对价是报仇的关系 可是他就拼死拼火的要把那些古物留下来 我就觉得哇 好棒喔 超赞的 然后听说当年大学联考都要填考古人类学系 然后回来就被父母骂说 那是要挖什么是人骨头 你是要去兵仪馆葬仪社工作吗 不太了解得到在搞什么东西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那一份工作的热情 是我看印第安纳琼斯系列很感动的啦 没有吧 我们那时候国小国众的时候就在封看那个漫画 尼罗河的女儿 对就也很想去挖金字塔 那我其实到了硕士毕业之后 我曾经想说我要去念考古 去修一个博士 真的假的 就很想去挖那个帝王的坟墓这样子 你这样的热情是到什么时候才幻灭的 没有那时候真的有点想说要去北京读个博士 那他们就说不要啦你来教书啦 就是说叫我去 叫我去 开法律系的课程 法律系对去教这个才很全 我说我对教书我没兴趣 我虽然一直在台大我有 当那个刘育导师每年我带10个学生可是 我对于去中国教书我是没有兴趣的 我倒是想要去学学考古的东西 然后他说你们这些女生 考古那个非常的累啊 都是在泥巴堆里面然后每天拿一个 毛刷在刷那些古物他都不适合啦 我只是对于考古的热情 其实还是到今天为止还是存在 那你这么一讲我觉得我回想起来 就是印第安娜琼斯这个电影确实让我 等于是考古的那个 启蒙吧 会对这个事情会有一点点那么的热情 可是其实真的你去了解 看现在看很多那个 Discovery或是那个 国家电影频道 他们在讲 实际上现在还陆续还是发掘出很多金字塔 对不对 那那个过程其实 靠了很多的机器的协助 现在有无人机嘛 他其实有带着那个摄影机的 这一些 机器人 小的机器人 爬进去那个小小的泳道里面 那后来还是发掘了很多 新的这些金字塔 然后也 发掘了古墓房金字塔的很多的谜题 谜底也都被解开 那都是靠一些技术 所以 我们还是回来 讲这个古物的归属好了 其实很多国家对于古物的归属 发现物的归属 都有一些奖励的办法 就是 可能一部分可以归 发现的人 然后其实呢这些古物到最后 不适合私人来拥有 应该是要放到博物馆才是正能 是没有错 所以 盧卡年纪最小 所以 印第安纳琼斯那个电影系列出来的时候 应该还没有出生 可是我有看 我都有看 你还 盧卡并没有那么小 家里只要有 就是有哥哥啊 男生的胸长的话 一定会带你看这一片 对对对对 那是真的 这个就是 每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 印第安纳琼斯 就是男生的罗曼史 是吧 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那个刚才听两位 那个分享 就对印第安纳琼斯的看法 我觉得非常有趣 因为呢 这个 比如说像刚才律师有讲到 就是说那个曾经也有这个 一点点考古梦 我之前在那个 Discovery 这种频道上面有看到一个节目 他其实就是在讲金字塔 的那个 开挖的这个事情 然后他非常有趣的是说 他是 他里面有 就是拍 跟拍了两位 这个考古学家 一个是男生 一个是女生 但是他们同时都是在 研究 就是说 他们那块地 里面呢 可能有这个 女性的 贵族的 这个林木 这样子一个东西 那个 我就 会觉得很有趣 就是说 可能我们在之前 比如说会觉得说 这个考古 这件事情不适合女生 但是其实呢 如果女性加入了 这样子的一个行列的时候 他看待历史 看待文物 会有不同观点 我觉得那个是很有趣的 就是说 他们 在 很多题目都已经 做过 然后很多的文物都已经 就是都已经出土 的这个时候呢 那他们还是要 继续的穷尽 文物 因为文物 就在那边 那随着这个不同的文物 陆续的这个开挖跟出土 也就是我们对于 过去的时代 也 一丝一毫的做了解 更多 然后你才发现说 其实女性 在 这个古埃及的地位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 或是比我们一般认知的 还要再高 那这个跟 女性参与这个考古的 研究 有没有关呢 或许有关的 那我再讲到那个 麦嫂 就是 其实我对于 印第安娜琼斯的 一个印象 就是说我小时候很喜欢 很迷 可是长大之后 我就发现 以前印第安娜琼斯 他这个人就是 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 直男癌吧 就是 我觉得 他的男性气质 还蛮有毒的 那那个刚才这个麦嫂 有讲到 就是他很无私 他都希望说 这些文物要归在博物馆 这就让我想到我 之前在 去伦敦的时候 然后我在 我就去看大英博物馆 那大英博物馆 always人非常多 就是车嘴马龙 然后我就看到 有一个展区 是在展那个 史前的文物 非洲 那个 那个柜子 是非洲的文物 然后呢 就是 你就看到旁边 有一 一整个班 都是非裔的 不知道他们是 非洲国家的人 还是英国的人 但总之他们 整个都是非裔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我就给我一个 很不舒服的感觉 就是说 就说 你们这些 白种人的 冒险家 探险家 考古学家 从那个非洲 把这些死人 挖出来 然后就觉得 是你们的 然后这些 非裔的后代 他们要跑到伦敦来 看他们自己 祖先的文物 这实在是 太荒谬了 对啊 我去外国罗浮宫的时候 跟 卢卡的想法也很像 因为他们真的是 那个有人面尸身嘛 我记得 他们去挖人家的希腊骨头啊 对 就是 你看从 希腊啦 从罗马啦 人家的 包括那个棺材 棺果 从最外面的石棺 到最里面的尸体 他们都很完整 那不要说木乃伊了 他木乃伊是 一櫃又一櫃 一整个房间啊 那个孩子是展示的 我相信在他们 那个储藏室里面 还有一大堆啊 没错 法国还有一件事 就是说 柬埔寨 那个吴哥窟啊 我相信两位应该有取过 最好的雕塑品 是在法国 这有道理吗 这实在 我觉得 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 柬埔寨的人 我就觉得说 太荒谬了 你知道他们还 振振有词 对不对 你看他们 烧圆明园的时候 那些东西 现在全部都在欧洲流浪 然后再加上 因为我印象最深刻 是去纽约那个 Metropolitan 我去过很多遍 博物馆精魂业 就是在那边嘛 你要看那个也是一整区 全部都是希腊的 所有的珍宝啊 对不对 木乃伊也有啊 所以他们觉得 保存那些东西 才不会被你们文化大革命 烧掉 然后再来的话 你看现在他们又开始讲 你看中东 你看像 叙利亚 那么多的珍宝 你说你看就是没有保留 现在该炸的该烧的都没有了 他们是这样在说的耶 那你说台湾 台湾的 历史经验 我们讲最早是澎湖 澎湖当时法国人打上 法军打上澎湖的时候 然后就把天后宫的牌匾都拆了带回家去了 可是现在不知道流落何方了 现在天后宫 那个澎湖的天后宫的这个 妈祖庙的这个匾 是重制的 是日去时代的时候才复制的 可是原基已经不知道到哪去了 那台湾 也有嘛 就是台湾其实没有被 怎么样 战国 凌虐过 但是台湾其实有很多东西也都到日本去 在日本博物馆才能找到 台湾不用战国 但是柯文哲很会拆啊 你要怎么讲 你不珍惜古物就是会被拆掉啊 要不然就是 屋主半夜去炸毁啊 中山北路那个明治桥啊 中山桥 中山桥啊 对啊 那个 现在叫中山桥嘛 那个 蛮有改的 本来是明治桥啊 那明治桥拆了之后 每一块石头都编号在 堆在 堆在旁边嘛 可是就是已经堆很久了 堆很久 然后柯文哲说他不要重建啊 你其实找一个地方把它复制重建啊 你不要重建是什么道理 他就是一个无血无泪的人啊 他哪有可能说去保留什么台湾人的共同记忆 他连民众党都给他票窃走了 他是有care过这种事情吗 对不对 你要怎么说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可怜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其实文物保存这件事情真的是蛮吊诡的 就比如说像那个 我们刚才讲说这些列强 他们就会 收刮这些文物 但问题是比如说像中国 他们现在一旦富起来 他们就是一直用那个民族主义的方式去攻击这些 列强的国家 然后呢 他们也有很多土豪 就竞相去买那个 就是 中国的文物 再就是在从世界各地再搜刮回来 然后就说 我要赠送给国家 这样子 就变成是一种 反过来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宣传 方式 这里面有两个事情 是更深入的法律问题 第一个 很多人靠这种文物洗钱 所以他在拍卖场的时候 用多少的高价把一个什么瘦头给买回来 其实他这个中间可能涉及把钱洗出去 对 然后你再把他捐回国家 他已经完成洗钱的动作 然后第2个是 这个 确实包含纳粹时期有很多的文物被掠夺 所以他们陆续其实有还给犹太人 但是你 就变成是你要不只举证责任啊 证明说那个东西是你的 再不然就是你当时藏在那个阁楼的林布朗 后来被找到了 那是上亿 美金的那种拍卖 那就要看 谁运气就花落谁家了 不然的话其实 但是 这个 有关于文物的归属 我们还是以一个比较开放的心理来看待 就是这些文物都是人类文明的 重要的 这个 流程 所以 在这一次查的整个人类的文明 一万年来 从冰河时期又重新再重建这个人类的文明 那 不管保留在谁那里 都是 好事 不然的话全部被破坏掉 包括 去发掘文物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国家可能根本没有那个能力 现在埃及人并不是当时只建立金子塔那一圈 古埃及人跟现在埃及人是没有关联的 那现在埃及的能力也没有办法 如果不是各国的资助跟 金贝也没有办法去挖掘这些文物 那 台湾其实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啊 就是我们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 长期以来中国不是有各种声音说这个东西要还给他们吗 可是问题是还给谁呢 就以法律来说 其实整个台北的故宫的所有的文物啊 根本就是乾隆当时下江南在全中国掠夺来的 可是已经掠夺他手上 所以是他们家 爱心绝罗 他们家的私人财产 那么如果以 国家继承来说 中华民国 持有这个 文物是正常的嘛 那问题是 中共 他要去主张这个权力的时候 除非你 承认说你是从中华民国继承过来的 那就会非常吊诡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真的独立了 这个东西 已经跟中华民国做切割了 这个文物应不应该归还给中华 我是同意的 我赞成 他回去好了 但是 台湾本来就跟中国的政权 没有关系 不应该还有这个 最后一个枢纽在哪 不过讲到文物一样讲到政治就会蛮复杂的 包括其实很多德国文物也在那里挂 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也是一大堆这些东西 另外一部电影 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叫名画的控诉 应该蛮多影师都知道这部片 因为里面的律师是 死侍 莱恩雷诺斯扮演的 他帮这个贵妇 海伦米兰饰演的 奥特曼太太 要争取 当年她的婶生 由克里姆 非常知名的画家 用金粉 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雕像 塑像 叫做 艾蒂尔一号 然后就在纳粹时代的时候就被纳粹掠夺了 就他是法官司 告德国政府把他要回来 他就是在讲这个诉讼的过程 但是就是照刚刚同律师说的 这个画因为是他们家族的肖像画 那当然规防给他们家族没有问题 可是如果有涉及到政治 甚至还有这种 文化传承 保留的问题 比如说像如果当年 蒋介石没有把他带来台湾 留在中国绝对是烧掉的 对啊 文化大革命 一定是私捕无存的嘛 但你现在还回去是还给谁 这个政治的正统性 谁要来接受 对这个问题啊 对啊 讲到这个毛宫顶的台湾 问顶中原 这个问顶 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顶 那么重 千里条要把他扛过 因为他是正统的代表 所以很有趣啦 这是所谓的中华文化 对 非常 有趣的一种 一种坚持 台湾其实不见得要承传这样的文化 已经走到这样当个尾巴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早就一定要 脱亚入欧 就是 Rule of law 而不是 rule by law 真正的法治 而不是那种 以法来治理 是这种 武家的 统治的这种观念 如果我们一直 摆脱不了 rule by law的话 法治不可能有 rule of law 这个我觉得是 法律 电影法律是应该 我们其实应该要从法治的观念开始 也慢慢的来 谈一谈什么是 rule of law或 rule by law 也有相关的这种点 也许我们下一次再 统整出来之后再介绍给大家 好 没问题 好 那 我们就 继续往下进展 可能下一集我们来谈谈 赌博的问题好了 这个我超级有兴趣的 我觉得赌博罪真的非常纯 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把他除罪化 开放赌场吗 其实我觉得应该要 但是问题是就是你还是要有社会秩序维护法 这些的维系 但是不要用刑法啦 真的 OK 好 那我们下一集就来谈谈赌博相关的电影 那就太多了 对 好 那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喝 喝 沉浸咖啡 听最真诚的声音 口感香醇 把人生的甘甜 酸苦 完美搭配 跟人生和解 跟自己和解 纯净咖啡 让心灵纯净 支持wee.tw 喝好咖啡 请至官网搜寻 或来电 02-8791-9010 由专人为您服务